好 來 請我們爸爸媽媽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幫你的孩子 找保母的話 請注意觀察一下 當孩子出現哪一些反應的時候 可能這個保母有問題 老師教我們看 孩子還沒說話 不過他的標準 會寫一寫出來 剛剛我們講到的是 到保母家的情緒反應 第二個就是 回到家中會超年父母親 那個看到父母親的反應 並不是說 好像很愛爸爸媽媽 我要講的就是 另外一種情緒反應是 他回到家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哭 因為他在保母家 得不到安全感 得不到愛 所以他沒有辦法表達 他看到爸爸媽媽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可是爸爸媽媽有時候 會誤把這樣的訊息忽略了 他會認為說 他是不是比較喜歡到保母家 不喜歡待在家裡面 其實那個不是 一般就是小孩回到家 應該也是玩玩具 會有幹嘛 可是那個小孩會異常的 可能要不然就哭 要不然就是不感動 他就是一直黏著媽媽這樣 然後就是不可以離開 譬如說媽媽可能要去 泡個奶或是換個尿布 去拿個東西 他就一直哭 然後那種哭泣是那種 非常大聲歇斯底底的哭泣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觀察一下 說是不是孩子在保母那邊 沒有得到適當的照顧 所以他到回家來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有情緒的反應 或是直接講 他只好用哭的來吸引你 這個媽媽或是爸爸 一直待在他的身邊保護他 所以他只能夠透由哭泣 來做一個宣洩跟表達 所以如果是孩子有出現 這樣異常哭泣的狀況 或是黏著爸爸媽媽不放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好 那第三個就是 不安全感的屏佔的 有些孩子他在受到驚恐 譬如說在保母家 可能不管是保母或是保母的先生 他可能稍微有大聲講話 或是嗤吼 或是說他在那邊 犯了一點小動作錯誤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大聲的狀況 那因為聲音一大聲 一定會讓嬰幼兒產生非常大的恐懼 他們在腦部沒有辦法接收 這麼大強大的訊息跟聲音 那他可能就會產生 不安全感的一直屏佔斗 如果你發現你的小孩回到家裡 他會忽然間會有一種 剉接剉接的時候 你可能要稍微做一些安撫的動作 如果你孩子常常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你把他抱起來順順他的背 摸摸他的頭 我覺得這個是 不管是刺激無感之外 其實也是給孩子一個很安全感的表現 你知道我很多女朋友 他都跟我講說 好奇怪 我把小孩從抱回來 他睡覺的時候 尤其是晚上 睡睡的就會這樣抖一下 刺激 刺激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有去嚇到 還是說什麼 也說小孩子 人家講比較偏靈異那一方面 可能是什麼靈魂比較不穩定 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應該不是 我沒必要去提醒他 我覺得這個做得很好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那邊有驚嚇 那他晚上就會睡的不穩 就會顫抖 因為大部分的 嬰兒還是在比較穩定的狀態 他一定是受到比較大的聲響 他才會有這樣的顫抖 那那樣子的電波 在晚上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比較釋放 比較放鬆 因為在爸爸媽媽身邊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發現 他有比較不安的狀況 麻煩多抱抱他 順順他的背 摸摸他的頭 甚至於連他的小手 多刺激多摸一下 對他來講都是好的 好 那另外一個 第五個就是 第四個就是 害怕忽然的大動作 如果你發現你的孩子 可能在玩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靠近他 只不過想要拿個東西給他 忽然間高舉著手 你的孩子可能就馬上退縮了 那你就發現 好像他對動作的反應 對 動作反應 他對動作的接納度 可能反應超過我們一般人 就我們在 小朋友帶回來 我們拿捕蚊拍要打蚊子的時候 他可能就在旁邊哭了 唉唷 這是中心啊 對 他可能就受到 比較大的驚嚇了 像我有個個案是 他的孩子在保母家 他的保母不打他 因為怕身上會有瘀青 會有傷口 所以他就用手指頭 一直指著他那個小孩的額頭 就一直頂他一直頂他 頂到他跌倒 因為他剛學會做 他不會講話 就頂到他就倒下去 結果他忽然間有一天發現 這個小女孩的額頭有頭髮 媽媽媽想說把他剝一下 他就想要去碰那小女孩的額頭 那個小女孩就很自然就倒下去 叩一聲 他就忽然間發現 怎麼小女孩 就是他再把他抱起來 再要往兒童那邊摸的時候 小女孩自己 因為怕被人家一直頂一直頂 所以他會有很本能的反應 乾脆就自己先倒 比較不會一直拖拖 吐到就是跌倒 聽起來很真氣 所以這個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從孩子回來的過程 或是回到家的狀態 稍微觀察一下 其實都可以發現端倪的 像我自己本身的案例是 我自己的小孩剛開始生出來的時候 給保母帶 那我有時候就是抱完小孩 我們就回家了 很少在保母家坐一坐 其實我們應該要在保母家多坐一下 先觀察一下 我那個保母一直到 我後來給他帶三個月 決定要把孩子抱回家的時候 我們會把奶瓶什麼都帶回家 那帶回家的時候 我到回家把那個包包一放下來 打開來要消毒奶瓶的時候 我才發現 我兒子的奶瓶奶嘴上面都發霉的 哎唷 那個保母從頭到尾都沒有幫我的孩子 消毒過奶瓶 我那時候是看到那個奶瓶的時候 我是真的當場就像文婉一樣噴淚 我怎麼會讓我的孩子 三個月在那邊喝發毒的 發霉的奶瓶 我說她喝的是抹茶口味 哈哈 那種心痛真的好心痛 有嗎 那種真的好心痛 會很自責 我會這麼不小心 讓她去一個這樣子的包包 我跟妳講 真的是什麼樣的事情都有 妳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來 講這個 這個媽媽 年輕媽媽 單親 很年輕就生一個小孩 自己又吸毒 又流浪 不知道該怎麼辦 至少跟另外一個毒蟲在一起 那個毒蟲大概也喝酒也吸毒 也有吸毒 然後她兒子 這個女的兒子才5歲 冬天給她潑冷水 然後滴滴蛋打 打這個滴滴的鳥鳥 或者什麼 然後把他虐死 然後這個故事來 我們請仲博講一下 你看 我們剛剛一開始講 單親媽媽27歲 又是27 又是年紀輕輕的人 又是七年級生 對不對 當然我們知道罪魁後走是爸爸 爸爸老了 爸爸是幾歲 五六年級年次的人 怎麼會做這種事 他吸毒啊 他吸了毒 吸了毒之後 他會做了很多喪心病狂的事 那個我們先不講 我們講的是這個媽媽 他可是見死不救的 因為他自己也吸毒嘛 對不對 這個警察也厲害 他監聽毒販 本來只是要抓兩個毒販而已 沒有想到竟然聽到 這個毒販 這個毒販問這個媽媽說 你是不是這個學生 他很久沒看 是去哪裡 都沒有出租 這媽媽說你別問這個 其實他聽到這一段 覺得怪怪的 毒販的小孩不見了 非死即傷 所以偵辦調查才發現 果然這個媽媽 當初戴我們講脫油瓶 戴這個脫油瓶 再跟這個人倒釘之後有沒有 因為他們都吸毒嘛 男生吸完毒之後就會做出 剛剛竹銀哥講的一些行為 什麼BB槍 射生子器官 澆冷水 毆打 就也是不小心把他打太嚴重了 隨便敷個藥 以為小孩會好 沒想到掛了 掛到之後 他們兩個夫妻就緊張啊 還先把他放在浴室裡頭 放個三天 可能在想說 怎麼處理 要怎麼處理這樣 結果後來他老公就說 不然我們出頭部有些龍眼樹 放你 買一買就好了 結果這一買啊 竟然買了五年 都沒有人知道 然後知道警察監聽才知道 這個媽媽也都沒有反應 也沒有報警 也沒有什麼 都沒有 所以你這個媽媽有多狠心 是不是吸毒已經吸到桃油瓶了 我覺得真的是 但是這裡面我們必須知道 人再怎麼泯滅人性 多少良心上都會有一些譴責 所以這五年來他常常夢到 夢到什麼呢 他夢到說 尤其是他在警察快要破爛之前 他夢到那個小孩來找他 這是媽媽自己講的 不是我家有天出 這小孩找他跟他媽媽說 媽 警察要來找你了 警察要來找你了 就沒想到過幾天 警察真的來找你 然後另外他也跟媽媽 就五年來都常跟他媽媽講說 他冷 他肚子餓或什麼的 他媽媽就是覺得害怕 所以才會去找葬儀社 要來把他超渡 所以警察也去問過葬儀社才知道說 你這媽媽竟然還想要超渡 什麼東西的話 那我看你真的一定有殺小孩 就很多因素 才會這樣破 所以這就是這個 有啦 真的 太恐怖了 所以有哪些族群或是哪些人 他是會屬於虐童的高危險群 我們都要注意先進廣告 馬上回來